根据路透社的独家揭露 台湾政府授权鸿海跟台积电 向德国BNT洽谈各采购500万剂疫苗的事情 已经达成初步协议 在这个初步协议里面签署的法律文书文件里面 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供货时间并未载明 因为现在国际疫苗的缺货 供应的时间是没办法预定的 这个也说明了台湾政府其实很努力的购买疫苗 所以买不是问题 供应的时间才是问题 那另外呢 里面也注明所有跟德国BNT买的疫苗 必须是在德国生产 在德国包装 然后从德国直接运送到台湾 除了这以外呢 这个事情能够促成呢 德国政府的积极协助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 那德国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协助 是不想留下一个印象 因为中国施压 德国就退缩 所以这也是我们驻德大使谢志伟之前 在脸书一直呼吁大家不要过度去抨击德国政府 因为一切事情都还在发展中 那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呢 台湾政府早就已经签约购买的疫苗 虽然受到中共的阻挠 那群求外交的途径也突破了 从美国跟日本那边取得了将近500万剂 所以因为台湾政府已经成功突围 所以中共对于封杀我们购买BNT疫苗这件事情的力道跟态度就有所改变 所以这一方面因为德国政府的协助 一方面因为台湾政府突围已经取得将近600万剂的疫苗 那阻挠的中共以及上海复兴认为再继续阻挠下去可能会自讨没趣 所以这两个因素下 今天路透社揭露的鸿海跟台积电已经跟BNT达成初步协议 这两个因素质 Pre-XXXX惧 我们也给了小伙伴 людей